另外在台东火车站 也因为这起交通意外的事故 有许多的民众询问通车相关的情况 更有搭乘这列车的家属心急的到车站 来询问家人目前的状况 到台东 从台北啊 到你说上我的车吗 对 是本直发车的 直发车啊 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要回来 他在误我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 出轨的那边 不通 另外一线还是通的 对 如果一边就可以通 民众挤在询问台前 想要询问列车的状况 也有家属赶忙来询问 出示列车上的情形 听到都皮皮喘 怎么会 差一点 差一点 现在还没有等到消息 你朋友怎样 朋友都要等 我是要回台北的 我问一问看 我女儿跟孙子 女儿跟孙子啊 人都还好吗 他们讲是还好吗 哎呦真的吓到 你们听到心里都好紧张 对 当然啊 清明廉价的第一天 台铁发生重大的意外事故 台铁408车次泰鲁格号 在上午9点28分时 发生的出轨事故 截至中午12点40分为止 共有36人不幸罹难 81人受伤 消息传回台东 让不少民众涌入火车站 询问相关的状况 据了解 该事故事由工程车侵入铁道 造成意外发生 依据台铁的资料显示 事故现场以西阵线 单线双向运行 截至下午2点 共影响了16列次 1181分钟 影响旅客约有6398人 而台铁也表示 对号列车延误超过45分钟 旅客可以在一年之内 自各车站办理权而退费 如果民众有其他的疑虑 也可以自最近的车站进行巡洽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